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爱丽丝的频道 来到9月3日,很多学校已经是昨天开了学 今天刚刚是农历的8月初一,意味着很快就会到中秋节 爱丽丝刚刚在红街市附近的巴士站上车,请了半日假去提医生 定期都要见一见,旧毛病间会发作一下 搭的巴士是5号车,现在途径的是高士德大马路 暑假过了,也过了上班上学的繁忙时间 可以顺利上到巴士和有位置站 幸好可以站在窗边的位置,拍摄窗外的街道 由于时间更早,可能有些店铺还未开门 我拍摄的时候,手尽量定点 还有就是在巴士埋站上落客的时候的时间比较长 这些时段我都会剪走 画面见到有车转进去那里是三盏灯圆形地 之前有观众问如何搭车去三盏灯 无论你是去或返的方向,只要你搭过巴士 在高士德有站就可以了 现在中间这一段已经布置了中秋灯色 全部都是兔子不同的造型 在过几星期之前都曾经在三盏灯拍过 刚刚已经过了比利拉街 过了这个站,巴士会上天桥入松山隧道 爱丽丝会搭到约翰四世大马路下车 因为诊所在南环区 拍片时还未挂一号风球 到了中午就已经挂了 天气暂时还未转差 气象局消息指明天后期至周四 改三号风球机会较高 大家出门口之前记得要留意天气的讯息 巴士过了荷兰沿大马路 直接上天桥 之后会驶入松山隧道 隧道的画面我没有拍到 因为严重反光 所以转场后已经穿过隧道 出了隧道之后 沿着天桥下去是罗里基博士大马路 刚才没有塞车的情况 只是灯口等了一阵 下一站是东方拱门 即是整天会说的生寿铁那里 待会经过也会看到一点点 现在看到对面这一栋检察院 再前一点有条天桥可以通回松山 较早之前也有和大家走过 其实真的挺方便的 当遇到繁忙时间 周围都是塞车的时候 可以在这一区通回另一区 整段路都是很方便 很好走 记得我又一次是由黄都酒店走过来 这里 主要穿过的都是隧道和天桥就来到了 现在看到这一栋就是生寿铁了 跟着画面看到的是姓罗萨学校英文部 前一点有辅导中学 再隔壁就是南光大厦 可以在这里搅盘香正 楼上就是联邦酒楼 继续见到的是聚龙酒家 跟着巴士就上天桥转去南环大马路 整段的南环大马路都挺长 对面是陆军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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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约都见到对面的八角亭 巴士就转进到若寒四世大马路 海里斯就在这个站下车 之后就会和大家逛逛附近的街道 下车 下车这一道是蒲文学校 原来后面还有辅导五号巴士 我们去前面的巴马线过马路 之后走马桶领街里的内街 不知道现在是怎样的呢 转进去左边的环街是马桶领围 原来这里开了小熊猫 还以为大堂那边那间收拾了之后就没有 原来搬来这里 以前曾经有段时间在这一区上班 都会在这些环街吃午餐 不过很多店铺都不同了 有两间吃鱼翅的店铺 这里我真的好久没走过了 走前一条环街就是马加烈那个位置 这里已经有四个垃圾桶 证明多人的时候真的很多人 都太开了 不过很多人都已经吃鱼翅的店铺 也只好有四个是鱼翅的店铺 不论是马加烈那边还是安德铺 我都很久没吃过了 因为现在很多饼店都已经出了瓣 Parents 有时候都要试试新产品 这两间咖啡室以前经常跟同事一起吃午餐 简单地兜了一圈,出回马桶岭街 走到这个路口,左边是翠远酒家 之前有观众问翠远有没有开 我记得它曾经停过一排 现在正常营业,有茶饮 镜头转过少少,这一条是罗宝博士街 唯一令我记得这里是有一间陈光记 有段时间我做过Win的project 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一天上班 我的直属上司都是香港人 他初初来到澳门,人生路不熟 第一餐就是跟我去吃陈光记的烧鸭饭 第一天上班的我,当然没意见 这一天上班的时间不合适 过了马路之后就去乘坐看医生 看完之后,回公司之前 会去吃中午 大家猜猜我会吃些什么呢? 我已经看完医生心理上舒服了很多 药依然都是要吃的 我刚刚是由美丽街走出来 我才决定去供人茶当吃饭 刚刚开业的时候 都去过一次 早前经过,看到门口好像有点不同 大家就一起陪爱丽丝去吃午饭 上天桥过对面 就会拐出 Evandy 不想就会拐出 那么多做些店主 Sandra 些我一路过日 在門口位置 現在轉了買甜品 為什麼這麼適色呢? 對 現在出的那些很細部 方便嘛 去玩了 不用帶這麼大塊 它都清的 清的 對呀 趁早早地 對 剛剛和附近的街坊吹完水 現在進去找位 工人茶檔的營業時間是朝早7點到晚上9點 應該是比起初開的時候延長了 除了多了糖水舖 沿途的裝飾佈置好像都不同了 上次來不是這樣的 上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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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在網上會有答應 下個屋 上一個屋 下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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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配热饮就不用加钱,冻饮加3元 但是它这3款饭我都不太想吃 都是焗骨饭最想吃 球场经典组合焗骨饭配亚洲汽水 但是我又不想喝汽水,那唯有单点 可以选小饭,都挺好 有几个选项给人选 这样又挺贴心 其他东西我就不加了 因为我很肯定自己不会吃完整个饭 再叫一杯饮饮就可以了 炭烧手打柠檬茶,9.9元 都挺划算,试试 这杯是炭烧手打柠檬茶给我想像中大杯 这杯是炭烧手打柠檬茶给我想像中大杯 冰杯里面有两片炭烧柠檬 手打柠檬茶就另外用器皿装着 职员拿来的时候都有提醒,小心倒出来 因为它的盖子不是固定的 还有倒的时候有少少漏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我倒得不好了 头长焗骨饭上桌了 明明选了小饭,为什么还是这么多呢 刚才在门口进来之前,街坊跟我说 现在这个焗骨饭比起初的时候大份了 因为之前很多客人都嫌它小份 所以现在的份量应该真的比以前多了 饭底是炒饭,都够干身 整块猪扒切开了有五大件 吃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它是有骨猪扒 有时候很多人都不会留意 虽然是有骨,但是也是很容易咬出来 它味道各方面都可以 始终每个人的口味都不同 最终我都是要打包 其实我自己都预料了 省下明天中午饭 突然想起,上次有观众留言说 吃焗骨饭应该将碟盖上盘 将饭反转倒下去 这个方式小时候我爸爸都会帮我做的 但是现在自己吃就这样吃就算了 茶档女女外外都有些旧相片在 如果大家来吃都可以顺便回味一下 这集的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记得订阅,留言,赞好,分享 按下小铃铛,有新片出就不会错过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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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